台中大甲媽繞境九天八夜 在昨天晚上返回到大甲建嵐宮來安坐 想不到經過大甲去了光明路的時候 就有男子因為酒後想要鑽照底 結果遭到制止 這男子居然當場拿起了金爐筒 還有椅子要丟向嵐照 因此跟眾人發生衝突 互相拉扯推擠 不過在更早之前 這大甲媽嵐照還沒回到廟前 還發生了神像意外掉落在地的插曲 大甲媽祖繞境九天八夜 十七號晚上回到大甲建嵐宮 沿途信眾熱烈歡迎相當熱鬧 但這邊在放鞭炮一媽祖 另一頭卻有人打起群架 亂叫就在前方眾人相互拉扯 有人拿起金爐就是往前丟 還有人舉起椅子砸 推來推去整個場面就像大亂鬥 在場远景見撞 趕緊上前置之 事情就發生在晚上十點多 亂叫經過大甲區光明路 某檳榔攤老闆喝完酒想要鑽叫底 被叫辦人員制止後心聲不滿 就跟朋友拿金爐塑膠椅 要丟向亂叫才爆發衝突 而三名相關人也被帶回禁區 將相關人等待為分級釐清 那後續我們將釣葉相關影像擴大偵辦 現場信眾嚇一跳 乾淨將神夏撿起來送入安座 而隨後大家媽軟叫到場 信眾全身出手搶著扶馬祖進廟 順利完成安座大殿 這楊楊及林伯丛富麗家台中報導